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登女区被判有罪恐无面临终身监禁 2014年温哥华国际车展开幕 各位啊 欢迎收看2014年3月26号的凤凰美中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脱掉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英国国防大臣哈蒙德 26号就在华盛顿会晤 双方一致认为 目前不能排除任何导致马航客机失联的可能性 哈格尔表示 目前仍然不排除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 任何可能导致MH370客机失踪的因素 美国会继续协助搜救工作 I don't think at this point we can rule anything in or out I think we have to continue to search as we are And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ay committed We have aircraft in the area working out of Malaysia and Perth As you know we have moved two of our most sophisticated locators to the Perth area So until we have more information we don't know 哈蒙德也认为 在找到飞机语音记录以前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We cannot rule out anything at this stage And until unless and until we recover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We will not know for certain 马来西亚官方之前确认 MH370客机应答器被人为关闭 对于飞机如果关闭应答器 可能给航空安全造成的威胁 哈格尔表示 美国一直都在提高安全能力 以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 哈蒙德则称 英国完全有信心 在英国领空可以探测和拦截 任何没有应答器的飞行器 凤凰卫视 王宾如晨一秋 华深圳报道 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女婿苏莱曼阿布盖斯 26号在纽约被判有罪或将面临终身检禁 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女婿苏莱曼阿布盖斯 26号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 罪名包括密谋杀害美国人以及向基地组织提供帮助等 判决书指 阿布盖斯在911事件发生后 充当了基地组织发言人的角色 不仅多次录制影片宣示效忠本拉登 并宣扬对美国发动信息 还曾积极为基地组织招募成员 美国联邦检察官巴拉拉表示 阿布盖斯被裁定有罪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911受害者家属的告位 新年48岁的阿布盖斯出生于科威特 曾辗转逃亡于中东多个国家 2013年在安曼被约旦警方逮捕 随后被引渡至美国 阿布盖斯在庭上否认了 曾为基地组织商务成员 并表示将就裁决提出上诉 纽约联邦法院将于9月8号 就此案做出量刑 由于阿布盖斯审服多项 支持恐怖主义的重罪 外界普遍认为他将面临终身禁禁 凤华卫视刘兵营纽约报道 美国加州历史上首位华裔参议员 于印良于当地时间26号清晨 在位于旧基山的家中 涉嫌贪污和受贿 被联邦调查局拘捕 于印良被押送到旧金山联邦大楼 接受质询 他被捕的同时 大批联邦调查局探员 和旧金山警察局的警员 对多个地点展开搜查 包括旧金山中国城 武州鸿门志工堂 于印良位于加州首府 沙加缅都的办公室 以及他所代表选区 圣马特里奥的一个地点 行动中有超过30人被捕 其中包括有帮派背景的 志工堂会长 绰号瞎载的周国祥 而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就透露 被捕人员众多 涉案背景复杂 现年65岁的于印良 三岁移民来美 曾获儿童心理学博士学位 1988年步入政坛后 一直顺风顺水 先后担任过旧金山市教育委员 市议员 加州众议员 2006年11月还成功当选了 加州历史上的首位华裔参议员 于印良的州参议员任期 将于今年届满 他目前正在竞选州务卿 而这一次被捕 也将令他的竞选前功尽弃 冯号卫视刘海平 旧金山报道 另一方面 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车展 25号拉开帷幕 作为北美西部指标性的车展之一 今年有超过400款 来自各品牌的汽车参展 迈入第94个年头的温哥华国际车展 今年主打更环保 更时尚 这个是最大质量的温哥华 温哥华是一个强烈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预复 有车商现场宣布奥运选手资助计划 并向备战今年夏季南京青年奥运会的 加拿大选手送上祝福 去年创下全加拿大汽车销量增长第一的捷报路湖 则是宣布了计划下半年在中国设厂 推出主攻华裔市场的两款新车 车展一共会进行到30号 民众在周末也可以来免费试驾电动车 另外5月6号到9号 也会在温哥华举行全加拿大环保车大赛 车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武警 温哥华报导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脸书25号宣布 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 赤字20亿美元收购虚拟现实设备公司奥克卢斯 奥克卢斯在美国加州仅成立一年半多 它利用能带来森林起径效果的虚拟现实技术 为3D电子游戏市场研发头戴式的显示器 虽然这款外形像滑雪眼镜的产品尚未投放商业市场 目前主要提供给游戏开发人员 但业内已对其好评有加 脸书和奥克卢斯的目标是将这款头戴显示器投放市场 届时人们只需在家里戴上头戴式的显示器 就可以如同坐在球场边的座位上看比赛 或是与医生面对面交流 规律的运动和偶尔饮酒可能有益眼镜健康 研究人员在20年间分析了来自威斯康星州 大约5000成年人的数据 其中超过5%的人在20年间出现了视力障碍 这里的视力障碍指不能通过眼镜 或者是隐形眼镜来矫正视力的缺陷 在加入了年龄的考虑因素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 偶尔饮酒的人出现眼部疾病的风险比普通人低一倍 经常运动的人出现眼部疾病的风险更是会降低60% 研究人员称 虽然该结果可以证明眼部健康与运动和饮酒有关联 但并不意味着运动或者是饮酒可以保持敏锐的视觉 公民与移民服务局25日表示 将从4月1日起接受2015财年的H1B申请 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将以收到与相关费用 一起提交的申请文件的日期为收件日 而不是邮戳日期 国会规定的2015财年常规H1B签证上限为6.5万个 但是持有美国大学硕士学历的申请者 另外享有2万个名额 不再上述6.5万名额之列 公民与移民服务局预计 高学历和普通H1B上限到4月7日都将额满 计划用随机抽签的方式从众多申请者中抽取审理 那些没有被抽中的人 其申请将不被受理 其申请费也将被退还 近日日产汽车公司吉尼桑宣布 要在北美回收合计共接近99万部汽车 在加拿大大约6万部汽车受到影响 日产公司表示这些汽车的电脑软件 可能不能检测到乘客座位上有成年人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交通意外时 安全气囊不会自动充气 此次召回活动预计将从4月初开始 内容包括免费升级上述软件等 受影响的车辆包括2013至2014年款天赖轿车和圣特拉小型车 以及探路者多功能运动车型和英非尼迪的多款车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重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转抵巴黎 正式开始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习近平此次访问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 双兵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稳步发展 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一行 两国元首一起检阅一仗队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 将于4月8日至1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主办方表示 今年的主题为 亚洲新未来 寻找和释放增长新动力 而围绕这一主题 论坛期间将进行近六市场讨论 博鳌亚洲论坛主办方说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存在不确定因素 新型市场国际和亚洲多数经济体增长 还在持续放缓 改革红利正在衰竭 因此这次论坛将围绕改革 创新 可数据发展展开讨论 台湾行政院长将一化26日举行政务会议 在听取发展观光报告时 明确指示 观光应重质量剩余数量 因此特定旺季月份 放宽大陆团体游客访台限额的政策将取消 从2015年开始无论淡旺季都为直路客团一日5000人的总额管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好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三的走势状况 星期三美股重复 星期二走势 早日开盘小幅高开 随后涨地互建 收盘时算大指数是下跌低收 主要是美中时间下午时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欧洲的讲话 引起市场担忧 奥巴马表示 现在乌克兰的局势 显示国际的稳定秩序 正在受到考验 所以美股开始掉头下跌 虽然经济数据公布 是耐用品一端 在上个月表现不错 上升幅度2.2% 超出市场预期 但是也市场认为 这个数据增幅相对来说温和 不足以使联邦主席局 就此开始考虑收紧银根 所以对大市 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用的 但是各行业类股 现在进入了一个盘整 个别工业 是根据各股的消息 进行个别发展 在收盘之后 花杰集团传来了负面的消息 它四家银行提出在2014年 提高红利分层 增加股票回购 被联储拒绝 认为这些银行 经过压力测试之后 不够条件 所以这个消息 使花杰集团收盘之后 重挫5% 另外总的来说 网络指数股 是在3月6日高峰之后 到目前为止下跌 超过10% 主要市场担心 网络股和社交网站股 升幅过高过快 有超买的现象 另外日式银行在星期三 降低了矿业股的盈利前景 所以从矿业股 从指数到各成位股 全部都是出现走低 黄金价格下跌 金矿类股 开采类股 也是应生走低 总来说 星期三 华尔街股票市场 还是充满了负面观望的气氛 三大指数全天负面震荡 收盘下跌作手 以上是星期三 情况放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欢迎回来 来看今天全球财经指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另一方面 位于南加城县的帝王家居城 近日就推出了多款居家产品服务民众 请看报道 帝王家居城是一家注重家居装潢品味的家居零售店 提供包括现代款式及古典欧洲宫廷式造型的沙发 餐桌 卧室床组 书房桌椅 书柜 灯具 绘图 雕塑摆设等齐全商品 有鉴于南加州华人新移民购物热络 对于家居的挑选及摆设的知识有极大的需求 帝王家居城有专业设计师可以为顾客挑选搭配 和定制符合顾客品味的家居组合 帝王家居城 帝王家居城的家具产品不走时尚路线 以欧美宫廷市为主要设计理念 为顾客的新居带来稳重 高端典雅的舒适氛围 帝王家居城位于富勒顿市 近邻57号高速公路 交通方便 欢迎有兴趣的华人朋友李林参观选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为答谢粉丝和消费者 丰田汽车于23号 在洛杉矶Club Nokia举行了音乐会 知名乐团Asiatics 受Toyota Corolla邀约 这次特地来到洛杉矶 表演了他们专门为 2014年Corolla亚裔市场行销活动 而创作的单曲 Baby Let's Go 通过这首描述四处遨游 体验探险的歌曲 来传达热情洋溢 活力四射 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当韩裔美籍知名歌手李九哲 与韩裔歌手Eddy Shin 和Flo Sick 所组成的Asiatics乐团 抵达现场时 强烈动感的音乐 和来自全美数百名粉丝的 喊叫声响成一片 其中步伐 特地从日本赶来的粉丝 并有幸地 与其他四名粉丝 参加了三位歌手的见面会 并在海报上 留下了他们的签名 大家好 我是李九哲 嗨 我叫Flo Sick 嗨 我是Eddy Shin 我们是Asiatics 你现在所看的是 风凰威士 我们很开心 很荣幸 这次可以跟Toyota一起合作 然后非常开心 这次回到L.A. 我们可以表演 和看歌手 所以非常开心 Toyota市场营销 和公关部经理Alex Du表示 Toyota十分看重亚裔市场 举办这次演唱会 主要是与忠实的顾客 一起同庆 Asiatics did a exclusive single 作为Toyota 叫Baby Let's Go 这是一个很棒的歌 我们非常喜欢它 它是一个邀请 我们的亚洲市场营销 参加我们的旅行 在他们的生活中 我们不能更高兴 Toyota Corolla 过去曾与多个乐团合作 将流行音乐 与新潮文化带给粉丝 结合先进科技 和造型的2014 Corolla 将继续致力于追求完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观众可以随时登陆 全新的iPhoneUS.com 收看节目重播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